HIT FM 联播网 Great Music all day yeah 只想聽音樂 Hey Miss DJ 來到今天的Hey Miss DJ 節目的訪問現場 我是Elsa 今天很開心可以再次碰到曾沛茨 Hello 大家好 Hello Elsa 我是曾沛茨 而且我們上次見面啊 我剛剛才稍微看一下 然後我自己嚇到是2019年 是三年前耶 對 因為我這次這張專輯真的是 好像三年算久嗎 三年前 因為我的意思是說我沒有覺得有那麼久 因為我還覺得說 哇 跟你聊的就是很愉快 然後我就一看 哇 已經三年了 這三年 你都已經變人妻了 好像很多事情 我真的也是沒有想過就是 就是第四張專輯的現在 我竟然多了這個人妻的身份 然後我也其實真的也沒有想過 第四張專輯跟第三張專輯 算是我從發行第一張專輯到現在間隔最久的一張 OK 對 可能也遇到疫情啦 嗯嗯嗯 可能是這個影響 不過我要先跟你講說我聽完了這張專輯 我那個時候我第一個感覺就是 我覺得你就是更有女人味 因為我以前聽你的作品的時候 我還是會覺得說 哇 就是一個帥氣的姐姐這樣子 對不對 就要等很多人來講的話 哇 這張專輯就是一個很帥氣的一個姐姐 但是我這張專輯聽下來的時候我就覺得說 我覺得這張專輯很有女人味在這張專輯裡面 所以那 有人這樣子跟你表示過嗎 有 昨天才有人這樣講 說我的女人味好像 就是那 就是先都會先看到我 因為可能大概也很久沒看到我本人 然後看到我本人就會先說 你怎麼變這麼漂亮 是不是 然後我想說好好應該是客套化 然後後來下一句就會說 你的女人味 昨天我專訪的時候還被講 對 但我自己有點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對不對 我沒特別做什麼 對 就是因為這樣才更有女人味 因為你不是故意裝出來的 就可能是一個成長的獲得 我覺得 就是這三年的一些沉澱 一些重新思考 是 然後更清楚自己要什麼跟不要什麼 當然最重要也是 我覺得遇到另外一半真的 好像變得更完整 哦 OK 對 所以碰到了另外一半 讓自己更加的完整 嗯 然後知道有些東西 可以讓自己做得更好的 就是繼續去做 嗯 然後也許是不需要的 就不用再勉強的對不對 對 那這種的自在讓你更有女人味 就是 哦 還是 就是這樣我覺得 這輩子好可愛哦 完完全全就是 欸 我覺得你是幫我找到一個key point 對就是自在啊 其實 我覺得這個自在是這樣長出來的 OK 的確是 的確是 嗯 去無存精了 OK 所以接下來就是要在這一個小時的 跟大家分享就是 更有女人味的曾沛茨呢 在她的第四張專輯裡面 是什麼樣的一個展現 才會有 讓我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首先就是專輯名稱 這個名稱也太可愛了 很長 等一下 她這個名稱到底是 是你的idea 還是是維莉安的idea 專輯名稱是 葛大維老師的idea 很你耶 就是 很像我會想出來的 但是 而且就是 就是講話的口吻 對 就是一個 我覺得其實這個專輯名稱 非常的 他又有點 又有點不是那麼尋常的邏輯 可是其實他很好懂 然後 但其實也 我自己覺得 沒有什麼距離感的一個 一個專輯名稱 只是有點太長啊 我自己覺得 唯一的缺點 就我宣傳的時候 也會覺得 一口氣 今天眼光就是特別有 特別有寫 那你可以把它濃縮啊 你可以把它變成四個字 如果是的話 不曉得要取捨哪些字 上次 遇到那個Sandy 吳三如 然後就跟我說 你就濃縮成什麼 金光特 眼鞋 之類這種 就是 一個一個一個簡稱這樣 呃 楊特 要和 對 楊特要和 聽起來不錯 或是 對 或是接 呃 接陽光 也是可以啦 對對對 也是可以齁 對對對 還蠻適合 就是你下一出戲 就這樣子 取名字好了 你說 接的角色 或者是 不是啊 你下一出戲 就是叫 楊 楊特要和 楊特要和 但是 就是整個全名打出來 就是今天 楊光就是特別優點 特別和諧的 哦 或者是 對 也可以哦 可以哦 好像不錯 我覺得是一個有趣的方向 沒錯沒錯 那我們現在來聽到的就是 這張專輯的標題曲 適合維里安的合作 不管是在唱以及創作上 沒錯 然後她也擔任製作人 所以其實這次的 這首歌的合作上 我覺得是 哦 可以這樣講哦 整張專輯 配唱可能是 心情上最沒有壓力的一首 嗯 因為她 呃 第一個是她夠了解這首歌 嗯 然後再來就是 她真的是一個 欸我不知道耶 我跟她合作完 我才聽到別人說 其實 她當製作人的時候 也有嚴格的那一面 嗯 但是我 這次給她配唱的時候 我完全沒有感覺到 嗯 她就是很 講好聽一點是chill 講難聽一點是 她就跟我說 你隨便唱 OK 我說隨便 嗯哼 她說對 好 你能躲隨便就躲隨便 咚咚咚咚咚 我想她講的是一種 自在吧 自在自在 對對對 對對對 就是符合你現在的 整個人的一個氣質 整個一個氛圍 對 嗯 她可能也知道我 習慣 先 想準備好 OK 但她反而覺得這首歌 你不要準備吧 嗯哼哼哼 對 就是照你最 我們那時候創作最輕鬆 自在的氛圍去唱出來就好 對啊 因為我們真的也不需要 太炙熱的一個陽光 那個陽光 然後你在這首歌曲裡面 她要的就是一個 剛剛好很和許的那個溫度 對 舒服的 就好了 對 好馬上聽到這首歌曲 來自於曾貝斯的最新的專輯 同音單曲 而且是跟韋里安 共同的創作合作的歌曲 今天陽光就是 特別遥遠 特別和諧 真的好長 哈哈 今天陽光就是 特別遥遠 特別和諧 今天陽光就是 特別遥遠 特別和諧 在你眼中看到了夏天 在擁抱你身上的氣味 最剛好就在你的身邊 在笑聲中找不到結尾 在笑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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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她邀請歌啊 叫她寫 然後我唱 就像現在這首 夏凡 對 這首很 我覺得這首 我相信大家應該在這一兩年 會發現 韋里安其實是一個神經病 對 對 應該其實也不是這兩年才發現 就是她越來越 放得開 Yeah 可是那就是本來私底下的她 對 然後我自己也好喜歡 就是這樣子的她 那我覺得在下凡 可以 這首歌有趣的地方是 那時候聽到demo的時候 即使 其實我並沒有跟她講 我想收歌的方向 但是在她的那個demo裡面 選到了這首 我覺得是一個 既 不思維里安的幽默 但卻完完全全 抓到我的特色的一首 詞曲創作 這首歌太酷了 我覺得 遇到這首歌 欸 妳有聽到她demo 她demo是她自己唱的嗎 她唱的 欸 是 是一個男生 應該是她吧 對 所以她的demo有 就是唱得瘋瘋的嗎 她demo沒有這麼瘋 OK 就是她demo就是一個比較 沒有這麼瘋的意思就是 嘿 我贏喔 曾佩慈贏了 這首歌裡面比較瘋 對 因為她在下凡這首歌 她 呃 她 在幫我配唱的時候 她其實要我式的聲音 我想超過 應該有超過 15種 狀態 去詮釋下凡這首歌 是 就是我們 在這首歌裡面 我相信她 有一個企圖心是 做聲音上的 就是 跟聲音玩遊戲 應該是說 在不同的聲音裡面找不同的可能性 然後放 但是 會抓到最真配詞的狀態 然後放進這首歌 包括我的講話 喔 OK 所以就是 裡面聲音會有很多 就有15種不同的表情 那 我覺得超過 超過 就是那 那一兩片的配唱 我們現在聽到的這一個算是比較 脫線的 還是算是比較有拉 被拉回來的 我 聽起來很可愛啊 聽起來就是女神的感覺啊 對 那時候他們在跟我形容 因為 這首歌其實講的是即時擁有光鮮亮麗的外表 但他也是一個人 他還是需要活出 身為一個人很多的接地氣的樣子 我覺得這也反映在我們每一個人 其實網路時代 那麼多光鮮亮麗的東西 可是其實你的內在是長什麼樣子 你自己最清楚 那對我來說真實很重要 所以在這首歌裡面 我們嘗試了一種 活在地球上 但是 就是那個女神 那個仙女的姿態是 我講話的口吻 跟一般人不太一樣的喔 我就是有一個仙氣 甚至他可能是有一點傲嬌 甚至帶一點女人味 但是 我在裡面的那些什麼 忘記戴鑰匙 忘記的那種 哎呀 跌倒一下的這些趣味的樣子也有 就是我覺得這首歌裡面 很多聲音的狀態是 我自己聽得出來 他們選了非常多的樣子 然後綜合在一起 嗯嗯 好我們馬上就來聽到這首歌曲 我覺得這首歌曲就是 真的很真配詞 對 馬上聽到這首歌曲 下凡 我是Alsa 繼續和曾沛茨聊她的第四張專輯 好長的名字喔 你自己念念看我看看你 大家好我是曾沛茨 我發現了我的第四張專輯 今天陽光就是特別耀眼 特別和諧 哈哈哈哈哈哈 宣傳期還有還有多久啊 你還要再面對幾次 好像有半個月 就用唱的比較快 是不是 今天陽光就是 特別耀眼 特別和諧 就比較 好像沒有那麼長 聽起來比較 是不是 好啦你還是可以考慮一下 把它變成是 楊特 縮寫 楊特要和 楊特要和 聽起來不錯對不對 可以可以可以 有這種就是什麼對 就很很令和 就是有那種感覺 對對對 好那這張專輯裡面呢 就是有跟一些老朋友 有跟新朋友的合作 對 然後就是各路的這個人馬 把將他們心目中的曾配詞呈現出來 呃 其實這次 這次除了跟維里安 然後甚至是 呃 啊當然應該這樣說 好我們知道這張專輯想要收什麼樣的歌 嗯 我有告 我有告訴葛大偉老師 我心目中 呃 在錄製這張專輯 大概應該有 兩年吧 前後 這兩年我自己 新的喜歡 嗯 或者是我 呃 現在的我更像什麼樣子 嗯 跟他聊了 開了會 然後呢 我們開始進行收歌的動作 所以其實 包括現在聽到 呃 應該說等一下我們會聽到的 I will find you 就是彈牙這首歌 也是在我們聊完之後 然後呃 我覺得葛大他自己可能先就 他對我的了解 以及 知道我那陣子的喜好 先幫我做了篩選 然後我聽到這首 I will find you 我整個就是 怎麼會 怎麼會來的這麼 這首歌怎麼會這麼了解我 嗯 就是我好難遇到一首歌是 它是由別人創作的沒錯 可是 為什麼這首歌在對我說話 嗯 對所以其實 I will find you 是這樣的狀態 嗯 然後呢 如果要聊到別首歌 比如說持修的啦 比如說 呃 Hush寫的 在他們的創作裡面 都找得到 其實屬於 鄭沛茨的某一些 其實大家 是熟悉的特質 比如說帥性 比如說溫暖 所以 基於這些因素 其實 當然最大因素就是 我對這首歌有沒有感覺 嗯 所以其實這些歌是講來的 嗯 這樣持修呢 以及Hush所創作的作品 待會呢都會 好好的聽到 嗯 那我們現在聽到的歌曲 就是剛剛曾沛茨講說 為什麼這首歌 可以把我抓得這麼的好 這歌詞我真的是太 太抓到我的心了 就唱給自己聽的 嗯嗯 How do you have this song 哪妳有問這個 葛大廠說 你是把我講 都跟湯嫩講了嗎 還是 妳有問她是怎麼 為甚麼湯嫖 有一辦法 把妳抓得這麼的 我沒問 剛剛 光 剛剛好 我只是 我有問他說 這麼好的歌 它要放出來 就是 就我無法執行 因為我覺得這首歌對我來說是 假設今天這首歌不是我唱 是 我亂講 反正就是別的歌手唱好了 我都會被吸引的一首歌 所以我覺得 哇 那好喔 那個 如果他這首歌是要 就是交給別人來唱的話 那我一定要緊抓住這首這樣 那你看到了一個 你覺得說 哇 可以把你的心境 講得這麼的切切的一首歌曲 然後你決定說 好 就是你要來詮釋這首歌的之後 你有幫自己 你幫自己做了什麼功課嗎 這首歌我其實很在意 聲音的 音色 因為其實這首歌 算是在我一個 我那時候聽到demo 然後自己 我的習慣是我會橫看看嘛 就是看我的聲音唱進去這首歌是什麼感覺 那時候我覺得很奇怪 這首歌我 我真的 我講直接一點 我隨意的哼 我都覺得這個聲音 那樣子的聲音是我從沒有聽過自己聲音很放鬆的狀態 然後從確定收歌到編曲完成到真的錄製的時候 其實隔了一小段時間 在真的要進入錄音室的時候我有點緊張 因為我覺得 我那個鬆度的聲音怎麼不見了 可是如果這首歌不是那樣子的聲音 我覺得不太對 就是要嘛就過度用力 要嘛就是太散漫 所以其實我花了一點時間找回那個時候我聽到demo的感動而唱出來的聲音 進入音室 唱出還原那樣子的聲音 真的是 聽了就是會鬆一口氣 因為我知道你是 你越是在意的東西 事到臨頭的時候 你就是 越是 會有容易緊張 真的 可是 但是你當初會說的這首歌曲 就是覺得說 哇 那份的那個放鬆就是你要去掌握的 還有一個真誠 在這首歌裡面 所以我就 有時候我會跟製作人老師說 那個 我們試唱的檔案要留著吧 就是 要不要直接用的 那個真的是很pure欸 對 有時候 可能以後出一張這種rough的專輯也不錯 對 好啦 就是非常的恭喜 我就是聽到了這一個面向的曾佩茨 對對對 好 我們終於都抓到了曾佩茨的這一面了 我們就來聽這首 I will find you I will find you I will still love you I won't wait on you I'll be there for you 來到今天的黑衣迷是DJ節目的第二個小時 我是Elsa 繼續和曾佩茨聊她最新的專輯 好啦 這次我來講 很長 今天陽光就是特別耀眼 特別和諧 沒錯 好 那這張專輯裡面呢 我覺得 剛才跟曾佩茨分享 就是我聽完了第一遍的時候 我第一個感覺就是 哇就是 曾佩茨好有女人味咯 欸女人味到底是一個 你不要問我 我沒有 怎麼會 我相信每個人都會有屬於自己的一個 那個要怎麼講啊 美麗的 對對對 一個 最有魅力的 美麗 魅力的一個 那個點 或者是那樣子的一個氛圍 那樣子的一個氣質在 對對對 不過呢我現在來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這張專輯裡面 我第一個就是在聽的時候 就是覺得說 哇 曾佩茨會嘗試這種曲風 真的嗎 就是第一個 第一首歌曲就是這個 就是 只在意你的一切 然後那時候一聽的時候就想說 哇 這是 這是哪一位寫的 然後曾佩茨他們的團隊 竟然會挑這首歌曲 我會覺得說 哇 蠻吃驚的 我以為大家 在那個明之音 就是上一張那個 同名 同名歌曲 明之音裡面 我以為大家已經 習慣了嗎 開始會知道說 喔這位詞也是 他偶爾也是會想要迷幻一下 偶爾也會想要就是稍微 比較 是 對 沒那麼 可是 你看這首歌 我只在念了一些 每一個歌就是 打到一個最高的那個音 就是你知道 旋律線啦 就是說你會選一個這樣子 一個旋律線的歌曲 喔 我就會覺得說 哇就是 就很特別 那的確真的這首歌的樣式 就是它一直卡在一個 甚至後面海豚音 我的確沒有嘗試 對對對 因為這種旋律線 就是會 比較有棱角 喔對 對對對對對 非常的分明 你會選 會選這樣的一個曲式 我覺得很驚豔 對對對 我很喜歡這首歌的地方 是它能夠幫助我 穿搭某一種 我對 其實當然歌詞 我只在意的一切 它非常的直白 就是 完全可以想像就是 我就是很愛你 我就是 但是其實對我來說 這首歌更多 我在詮釋的時候想的是 我對 比如我對我的夢想的堅持 我對我 我信仰的堅持 我對我一個價值觀的相信 所以我其實在詮釋這首歌的時候 想的其實是 我希望唱出有個堅韌度 對 那個那些層次分明 或者是有靈有角的那個 旋律的樣式 對我來說反而是幫助 對 我可以更唱出一個 那種很strong的感覺 對 就是很勇往直前 而且就是 也很遲羞啦 就是我一看到 我一看到就是作者是恥羞 然後說 喔原來是恥羞 他demo也唱的超好的 我就想說 這些人到底想怎麼樣 就 這一不小心就是會 呃 被他們的特色帶走 對 就是在唱這些很優秀的 創作者的 嗯 作品的時候 是 就 我覺得我盡力了啦 但是當然就是 一定是真的我先 好喜歡這些歌 嗯 我才選他們的嘛 所以其實 即使他非常的恥羞 我也覺得 就算現在大家聽到一些 聽到這個作品 說 哇 果然是恥羞 聽得出來就是恥羞 我也覺得無所謂 因為我知道我唱出了我心裡面 對這首歌的所有畫面 這樣 好 馬上聽到這首歌 是來自於曾沛茨的 只在意你的一切 只在意你的一切 我只在意你的一切 你是否有個唯有 我好想念你 接下來我們要聽唱台語的曾沛茨囉 對 其實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 其實我小時候是 講台語長大的 嗯 就是零到四歲的時候 零到四歲 是給奶奶帶大的 喔 那我中間這三 就是太久了 都在台北生活 嗯哼 所以其實我現在 聽力比說好 台語的部分 我也是這樣子 對啊 就是很會聽啊 開口沒開了啦 很會聽啊 然後你開始我講的時候 就 卡住 對 然後或者是有時候 你的長輩 我開始要講的時候 長輩看說 很久沒說喔 對 他們真的 就是他們 那個那個 那個叫什麼 平常還是一直在講台語的 一聽 一聽就知道 就知道說 你哪裡來的齁 對啊 你是不是都住在哪 對 很有趣欸 對但是就是聽 完全就是 完全就是了解 完全不會有問題 所以那這首歌曲 當初在聽到的時候 決定要選 關鍵嗎 對 其實是因為我老公 我有點過分 但我的意思是 這首歌很好 然後這首歌 包括他的 我覺得這首歌的俏皮 這首歌的 討喜 其實 本來就是我會選的樣式 但是其實這次我也是 想了一下 最後確定要選這首歌 是因為我覺得 他 即使他是台語歌 可是他其實打破 大家對傳統台語歌的 想像跟框架 沒錯 對然後這首歌的俏皮跟輕快 又跟我以往挑戰的快歌 再不一樣一點 並且其實他歌詞講的事情 對我來說是 其實是更成熟的啦 然後那時候 我會提到我老公是因為 對那時候其實 我們兩個已經 到了論及婚嫁的地步這樣 但是因為就 還沒有人求婚 然後我就想說 好沒關係 再這樣子這個疫情再這樣 把我們的計畫打亂下去 我就把這首歌錄好 我拿來求婚算了 喔 對 但是後來沒想到 他比我先有行動了 這樣子 對 所以你看 你就是先有了這個念頭 就發生了 決定要做這件事情 就發生了 老天爺就幫你預保了 對啊 對不對 然後這首歌錄完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他即使是一首 甜甜的歌 但其實我在唱這首歌的口吻 我反而選擇稍微 帥性一點的 因為我覺得 我是一個女生的聲音 但是誰說女生唱一定要 那你什麼時候要娶我 那不一定要這樣啊 我也可以是很 知道自己要什麼的 狀態下去唱的 對 我是這樣子的背景下去 全是這首歌 練習這首歌的過程當中 有需要去找老師 再重新去修你自己的台語發音嗎 不用 不用 但是我第一次遇到錄音 就是我要補單字 因為可能就是那個 第一天唱 我們可能大家都覺得 應該沒有問題 可是第二天突然老師可能跟你說 製作人 陳建琦老師 他台語很好 然後他就會說 啊你有一個字齁 那個韻 你一定要有一個那個尾音的 譬如說上到鼻音去 或者是舌頭要再怎麼樣一點 你還記得是哪幾個字嗎 好像是 好像是第二次組歌的某一個字 嗯 什麼 有一點 我有點忘記了 我懂我懂 因為有時候有一些字啊 是 你如果不是很常講 對 的話其實你 你可能 不會去意識到 對對對 比如說心 一定要是心 心 你後面一個嗯 一定要拉出來 對對對 不能夠是心 開出去的這種的 對唇要閉起來 對對對 像這種就是 你如果知道的話 會聽的人 或是會講的人 馬上這種小地方 就會把你抓出來了 對對對 就是這種非常細微的字 我記得那時候是 類似像這樣子 喔 對 或者是說比如說像我啊 你要講 你如果直接被 哇 的話你就直接被抓出來 你知道嗎 對對對 真的是一個 對小小的一個音 細微的差別 大家 就 可能要真的會講台語對人才會懂 OK 就是那種非常非常 嗯哼 就 但我覺得健騎老師的 認真程度有嚇到我 我以為他會覺得說 沒關係 他聽起來像就好了 但沒有欸 他非常要求那個韻味 真的因為有時候 尤其像錄音作品 錄音作品 這個東西 一發表出來 它就是留在那邊 對 那個就是歷史的 其中的一環了 也是 你如果這樣想 你就知道了 你以後 有個什麼錯誤的發音 留在一個歷史的一環 你就是 嗯 會有點可惜 對 還好還好 尤其又是這麼好聽的 一首歌曲 還有它有那個 原汁原味 是是是 好 中秋送禮 就是要送 建琪老師 送一個好禮 對對對 謝謝你喔 好我們好聽到這首歌曲 來自於曾沛茨的 是不是 哈哈哈哈哈哈哈 那首歌曲是否 是呀 哈哈哈哈 欸 你的背靠很好 啊 好說好說啦 但是還是很久沒說了啦 真的 旁邊沒人說就沒辦法了 對啊 就 沒辦法 常常練習 我講得好爛喔 還可以吧 有啊 你又說練習 練習 這樣就好了 對 不錯不錯 舌頭有點打結 好的 我們接下來要聽到的是 我必須要想說 我在第一次聽你的專輯的時候 這首歌沒有跳出來 哦 大概在聽了第二次第三次 我就抓起來想說 這首歌真的好好聽喔 是寫的 看的 Hush Hush 我非常喜歡Hush的作品 嗯 這首歌 嗯 我覺得在錄這首歌有個特別的體驗 就是 我其實在過往專輯裡面都 不太會想 應該是說 我比較直觀 就今天歌詞帶給我什麼樣的畫面 或者是我希望自己以 可能有一個某一個情緒的狀態去詮釋一首歌 嗯 可是我覺得這首歌算是我在這張專輯裡面第一次嘗試 呃 希望這個對象是除了歌詞描述的以外 我想要再多加一個層次上去 嗯 就是 其實我把這個 除了我想對你好以外 我希望藉由這首歌能夠讓聽到的人 是有一個 知道 嗯 即使在你很 其實就是唱給我一個生病的很好的朋友聽的 嗯 然後我也是第一次自己內心默默的藏了這一層 沒有跟老師講 嗯 然後我是唱完中間休息時間 我就跟健騎老師說 其實我剛唱的時候我在想什麼這樣 嗯 嗯 難怪你那幾個take的聲音比較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這樣 但我很珍惜這種 我覺得這是 也是在當下或者是說 那段時間才會有的一個很聚焦的一個 想傳達的東西 可能現在的我 如果遇到這首歌 不一定想到的會是同一個人 嗯 對 所以很有趣對不對 嗯 意念是有力量 而且有能量的 然後就是在你完全 你自己也沒有意識到的這件事情 其實你那個意念就會透過你的歌聲 有一個完全不同的一個詮釋 比如說像健騎老師 他就完全聽得出來的 他耳朵太厲害了 他真的完全知道我 就是 我不知道 我常常覺得給他配唱真的是 我完全無法隱藏 嗯嗯嗯 但我很享受這種可以 這麼真實的 藉由歌聲 來說 說一些我想說的話的時刻 嗯嗯嗯 所以 難怪其實這首歌曲 我覺得這是 你聽得出來就是 感覺到就是 啊 你好像 我 就為一個聽者 我也會覺得說 我想要對一個 我希望你可以更好的那個對象 唱這首歌曲 對啊對啊 就是 快點收到啊 全部砸過去 你有沒有收到啊 全部砸過去 全部砸過去 這首歌 好像可以齁 雖然你是好像唱得淡淡的 對 可是你就是唱得非常非常地真誠的 想要 把所有最好的給你的那個感覺 對我覺得有時候錄音 這次錄張專輯 我以後來會覺得 喔我終於懂 就是什麼叫做演戲有幫助到我唱歌 其實有時候道理對我來說 我以前想不明白 我現在懂了 就是 製作人跟你之間的共識也好 或者是他最後選擇出來的句子也好 雖然都是one take 但是 每個take會有不同的情緒 嗯嗯 那現在大家聽到這個final版本 即使不是我當初 可能我覺得我最唱得最 最符合我心境的那一次 可是 我覺得 It's ok 就是我很清楚 我在那幾個小時裡面 我曾經很真心的給過什麼 那我相信他 一定在final的版本裡面大家會聽到 嗯嗯 即使他 就是我一定不知道老師選的音鬼是哪幾個 嗯嗯 但是我覺得這是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對我來說 我覺得 呃 那個時空 所發生的 最真實的情感 呃 我相信他 在大家聽的時候 是有被傳遞出來的 嗯嗯嗯嗯 好 馬上聽到就是有一作品 來自以曾沛茨的 《我想對你好》 我喜歡你來的讓 我的生活都為你完整 從來不曾如此渴望去愛 多希望你感覺到 我的心這個向你奔跑 摸摸過街看著你的回答 來到今天和曾沛茨聊他的新專輯 今天的陽光就是特別耀眼特別和諧的最後一個階段了 然後我在最後呢選的是曾沛茨她自己的創作 Long Long Way 呃有幾個問題要問一下曾沛茨 所以我覺得你可能對於在歌曲的不同的詮釋 或者是製作人透過不同的方式去誘發你 嗯 不同的聲音的表情啦 或是心情啊等等的 我覺得你好像有更好的一個觀察 嗯 也會有更好的心得 嗯 你覺得是嗎 我覺得是 然後嗯 其實我覺得 表演者真的是一個很 有時候就是 這一條路上 嗯嗯嗯嗯 好像 當你越想找到一個什麼什麼叫做標準的好 標準的壞 標準的主流 標準的什麼 越想找答案的時候其實 越 就是其實應該要放掉這件事 就是我以前一直想要找到所謂的 好 我怎麼唱更好 我怎麼樣才是 我怎麼演更好 對 對 或者是說我是不是應該聲音要 我挑戰音樂類型 是不是應該要怎麼樣才叫夠專業 嗯嗯 怎麼樣叫做音樂人 怎麼樣 就是以前這些 就算我不思考別人也會問我的問題 嗯 常常在我腦袋盤旋 嗯 但我覺得這張專輯真的就是 我很開心也很慶幸我可以有一次蠻任性的機會 嗯 就是我其實什麼答案都不想找 我就是 如實的 將我的 最 當然我相信每一個 歌者都是這樣 我們盡量的把自己內心最真實的狀態呈現給大家 嗯嗯嗯 但我很開心 就是連 包括這首隆文威的創作 嗯 我覺得大家給我的是一個全然的相信 就是今天我教出這首歌的時候 公司的人 你看葛大偉老師他就是 跟金曲這麼有關的一個專業的 嗯 的作詞者 嗯 他告訴我說他在這首歌裡面聽到我的 我更坦然面對自己的那個面向 嗯嗯嗯 然後我就覺得 好吧 就身為一個表演者有一天你到底是 你一定會問自己為了什麼而唱為了什麼而演 對 那我覺得其實 在這張專輯裡面 我有很多享受的過程 嗯 享受那些當下 嗯嗯嗯 好像目前為止對我來說 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嗯嗯嗯 我終於學會享受 嗯嗯對 所以也更坦然 然後寫出這首歌的歌詞 那你有沒有發現 就是這首歌啊 的歌詞 算是你這張專輯裡面 最長的 呵呵呵 你說歌詞嗎 一首之一耶 喔真的嗎 對啊 沒發現欸 我只知道這首歌的曲式很怪 你看你們這些 對 你怎麼會寫這麼怪的歌 對 你怎麼會寫這麼怪的歌 我就覺得 我就想這樣子講啊 喔 就很任性 就我會覺得我不要收在 副歌結尾啊 我想要回到主歌再repeat一次 然後我終於就是好想要有一些呢喃 所以我就nanana這樣子 那我就想說 這首歌我就想做得很像demo的感覺 所以即使它很rough 其實它不是大家習慣的樣式 我也覺得 沒關係啦 反正十首裡面有一首 我有點不太像一般人也沒關係 應該沒有人會發現吧 OK 結果蠻多人跟我講說 欸你 我們喜歡longlongway這首 對 這是我蠻意外的 嗯 你看你 所以你的歌曲寫得這麼的不傳統 就是不是按照這個傳統的曲式 這樣來走的話 你覺得你11月6號當天的演唱會的這首歌曲 你有辦法就是從頭到尾不看歌詞喔 因為反正是你寫的啊 嗯 你可以把它完整的詮釋出來嗎 沒有問題齁 你問到了一個 這首歌是你寫的啊 不傳統喔 不好記喔 其實我最怕就是這首 不好記喔 對 先不講的歌詞 光是這首歌的情感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 就是 唱出在錄音室裡面的那個 一定會 衍生出一個演唱會的版本 演唱會的時候 就是要聽演唱會那個時候的心情啊 對 所以我們不是要聽錄音室的心情啊 所以這首 應該是我需要最 最專注 在詮釋它的時候 可能到時候是這首 嗯哼 嗯 對 好 沒關係啦 11月6號當天 我們就會知道了 對對對 好期待喔 對 我期待這首歌 會被我變成什麼樣子喔 嗯哼 我相信我們 買票的 因為其實 Soul out 對不對 大家也會非常的期待 不管是 你的開場曲啦 或是中間啊 嗯 也許前三章專輯的曲目 應該也是會唱嘛 對不對 對對對 都會都會 好啦 反正大家都是陪你一起成長 了這麼久的歌迷 嗯 嗯哼 屆時就是好好的一起同樂 對 我自己還 終於又可以相聚一堂了 對 我覺得這次很有趣的就是 以前要辦演唱會 可能腦中就會開始覺得 哇那天的畫面或什麼 但這次真的還 那個畫面還蠻 目前還沒有出現一個什麼很具體的畫面 但我也很享受這樣的過程 對 因為我覺得那代表有太多可能性了 對對對 一定會很好玩 嗯哼 我們非常的期待 直月六號在台北的Legacy 曾佩慈的演唱會的這個呈現 那我們現在要聽到就是曾佩慈自己的創作 對不對 好我們就來聽這首Long Long Way 那也要謝謝曾佩慈今天來我們節目當中 謝謝 謝謝 然後也希望我們下一次在聊你的新作品的時候會是更自在的你 一定會 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 好多疑問 一隻蝴蝶能帶我飛向哪裡 不好意思穿上那些美麗 哦 包裝上謙虛 再過一點和平 好多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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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eza